大家好 我是阿斌 冰箱冷藏是下面老是有水 怎么回事 很简单 现在我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冰箱 这上面是个冷藏保鲜的 下面是冷冻的 你们看 这下面全是水 看到吧 有的时候把这个变擦干了 但是过几天 这边又有很的水 其实像这个原因 基本上可以判断 是冰箱后面的一个排水孔堵掉了 排水孔就在这个位置 看到吧 这里有个小洞 等于说冰箱制冷过后 会产生这个冷凝水 然后就通过这个洞流下去了 但是当这个洞堵住了 这个水就会积满 然后流到 到下面来了 造成这个洞堵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张堵 第二个就是冰堵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这个张堵该怎么解决 如果家里有硬一点的电线 我们可以取断出来 差不多一米就可以了 然后塞到孔里面去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就地取材 随便找个树枝之类的 比如说这个竹子的 然后把竹子这边给它去掉 然后再把这个给它塞到这个洞里面去 就像这样 给它通一点 这样就可以把这里面的帐 给它去除掉了 长度大概在一米左右 但是这个水流到哪里去了呢 会不会流到地上呢 我来告诉你 这是冰箱的后面 水就流到这里来了 打一锅就这样子的 刚刚那个孔 也就是说跟这个是相连的 你们看 现在这里就滴水了 等于说这个水会滴到 这个借水盘里面 然后冰箱只要工作的 运转的 这加速器就会发热 然后就会把这个水给蒸发掉 所以说我们不必担心 以为这个水会滴到地了 所以说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的 通好了过后 我们在这边加点水 把里面的脏东西给它冲出去 就像这样 倒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好了 如果是脏度的话 这个问题这样处理一下 就能解决了 现在我们再说一下冰毒 冰毒的话 一般的 有的是在这个洞口这边 附近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这边一坨 全是冰 等于说 把这个洞口给封住了 还有一种 这个中间部位冻住了 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电线 或者树枝 我们穿着手 穿到一半 就穿不动了 像这种情况 基本上就是冰毒 但是 像为什么会冰毒呢 就是说冰箱里面的保温层不行了 所以 我们想维修的话自己是解决不了的 等于说 我们把冰箱全部都拆开 把里面的保温性能要重新做 这个有点麻烦 所以说 冰箱冷藏保鲜 下面积水 基本上就是两个原因 好了 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有用 记得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